YYDS 永远的神这个网络用语 我相信大家都用过 不论是打英雄联盟的时候 还是在你最爱的餐厅吃饭 那么YYDS用地道英语怎么去说 说了你们可能都不信 是GOAT 山羊 当然不是这个GOAT了 只不过拼法和读音是一样的 这个GOAT呢属于缩略词 全称是Greatest of all time 比如说 Do you think LeBron James or Stephen Curry is the GOAT? Why is that even a question? Of course LeBron James is the GOAT 或者I think Zhang Yimou is the GOAT director 那么如果你想在社交媒体APP上说 谁谁谁是the GOAT 记得要把四个字母都大写 或者更地道的方法是 用一个羊的表情来代替它 老外看到一定会觉得 你已经完全融入西方文化 那么你学会了吗?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记点赞加关注